就是最棒的人選對不對 前台北市議員羅志強 找了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幫忙站台加持 要在國民黨立委初選 殺出重圍 還有五天 國民黨大安區立委黨內初選 全民調 羅志強被說下猛藥 力甩兩位對手 尤其中佩軍前一天再難投視 巧遇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搶進版面 是不是另類藍白河 柯文哲一笑帶過 卻被說這是對中佩軍 立委初選的另類加持嗎 直說不是險招 找了前內政部長李鴻源跟媒體人唐湘蓉 做合照看板貼滿宣傳車 還幫忙錄音助政 立法院走向議員化 比例過高形成對台灣的政治的警訊 有些人放棄了大安區 到別的縣市去選市長 看到大安區有機會又再度的回來 不比大咖加持 楊耀明再度砲打兩位對手 10號開始的國民黨大安區 三天電話民調 撒咖都照大咖拼加持 反觀民進黨大安區是艱困選區 人選得謹慎挑 民進黨大安區立委 目前是踩真招 時間應該不會太有 減舒培壓著滑水 說自己準備好 還有曾經參選的謝沛芬 也在積極佈局 時代力量立委王婉裕 無黨籍市議員苗博雅 都有一角逐大安區立委這一席 藍白百家聲明搶得激烈